佛教的希望在教育 教育之始在儿童 近年来佛教不遗余力的 致力于部教的工作 对社会的关怀角度也扩展到儿童 各地以儿童为诉求的学佛音 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的出现 佛教的希望在教育 教育之始在儿童 让儿童从小就种下一颗种子是很重要的 因为是偏乡的孩子 有些也比较弱势 那有些隔代教养的 那小朋友有些刚开始来很调皮的 那么所以刚开始来我们也蛮费心的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孩子 那刚开始也让我们的这个义公菩萨 还有我们的对父们也比较费神 那可是经过了这样一年两年这样下来 小朋友我们明显地感受了他们的改变 当然如果我们发现 有比较家庭状况特殊的孩子 在迎对结束之后 我也会要求我们的这个团队 在离开之后还给予陆续的关怀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一部分 比较特殊的孩子 来参加我们活动之后 也有很明显的改变 有些在家庭中难以纠正的生活习惯 透过师父的引导便能够改善 让孩子在学校能够跟守规矩 在活动中过程教导他们 培养慈悲心 明白因果 不敢做坏事 做坏事就要负起责任 激发他们的自律和自觉 十方新闻国文取建议 台南采访报道